中共十九大党代表中,上海市台联会长卢立安是唯一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图鞋自上海市台联网站。分享,陆委会当晚表示,中共十九大党代表卢立安目前身份为中国大陆人士依规定来台序提申请,全德机关将依其提出的活动审查,决定是否合法入台许可,如是反台探亲,入境不会有问题。 联合报今天报道,高雄出生的卢立安成为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后,卢立安与十九岁儿子在台中市中区的户籍十月初已先后遭退职,卢德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沈一帆的户籍则在2015年1月遭退职,理由都是入了中国大陆籍。 报道引述如母表示,女儿定居上海多年,不定期反台探望家人,上月趁开学前反台探亲,当时入境没问题,担心日后反台不顺利。 新政院大陆委员会今天傍晚透过新闻参考资料表示,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九条之一规定,台湾人民不得在中国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中国大陆护照。 陆委员会指出,卢立安已在中国大陆设计取得中国大陆居民身份,内政部依法已废止其台湾户籍对于卢立安身份的选择。 陆委员会予以尊重,但若来台进行相关统战作为,全德机关将已规定严格把关。 陆委员会表示,中共当局一贯对台采取强硬施压。 通战拉拢的两手策略以所谓党代表作为对台统战的手法,相信非台湾民众所约见,陆委员会呼吁卢立安征及过去在台湾生活环境的成长经验与民主自由的价值。